网恋女友骗了我180万后 要跟我分手 我想见她最后一面 她却一脚将我踹入江中 我死后 她拿着我的钱夜夜潇洒 一跃成为名媛圈新宠 我的死被曝光后 她还颠倒黑白 引导舆论说我有性格缺陷 再睁眼 我重回她让我去山城跟她同居的那一天 我看着银行卡里 还没被货货完的余额 大骂一句 干 再搞纯爱 老子就是狗 老公 姐妹们都能收到男朋友9999的红包 我也想要 我脑子有一瞬间的迷惑 再清醒过来 浑身恍如置身冰窖 上一世 我就是给对面这个我所谓的女朋友 一直转账 掏空了自己全部的家底 利用完我后 她冷暴力分手 我提出 想见她最后一面 在我百般恳求下 她勉强答应 哪知 我们在江边刚一碰面 她趁我不注意 抢过我的手机 并一脚将我踹入江中 我水性不好 在江里大声呼救 可她却低头 把我手机里最后的十万块 转到了自己的账户 我沉入江底 她呼朋患有蹦迪 我头七 她夜夜潇洒 成为名媛圈新宠 我五七 事情开始发酵 网上为我发声的人越来越多 她开直播引导舆论说 我有性格缺陷 之前就动不动吵架 最后 她忍无可忍 才会提出分手 还好 我重生了 我狠狠抽了自己 一个嘴巴子 按骂 干 这一世再搞纯爱 老子就是狗 四珠 上一世的账 我要让血债血偿 四珠见我没有回应 又发了几个哭泣的表情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 下单了金拱门 上一世为了给她买上万的包 我连一顿好吃的都不敢吃 每天窝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没日没夜的接待打 月入五万家 自己留五百 其余给她花 我又框框给自己几个嘴巴子 真该死啊 如今 卡里还有几十万 只要我省着点 开封菜能吃到吐 刚啃完鸡吃 私主就打了语音电话过来 我不顾手里的邮字 按下接听 老公 你没看到我发的消息吗 你发了什么 人家说 别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 可我没有莹莹莹 那你找人家要啊 前几天我刚给你转了一万四 你怎么不跟人家说 莹莹莹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想了想 我们面都还没见 她有点夸张了 那老公 你来山城找我 我跟你同居好不好 哼 也行 上一世 她就是这么哄骗我去山城的 结果 我到了之后 她又开始装白脸 说现在同居还太早 两个人不熟悉 直接把我丢在了大街上 我花了两天时间 才租到一个狭小的房子 她啥也没有表示 张口就是 向我要见面理 真是见了鬼了 我竟然能被一个 见光死的女人 迷得七婚八素 这一事 为了复仇 我自然是将计就计 司主以为异地 ATM终于能变成上门提款机 可她不会知道 花了我的钱 我要让她一分不少地吐出来 来到山城后 我第一时间订了酒店套房 出门吃了火锅 看了电影 还在酒吧加了几个美女 直到司主的语音电话谈来 我才恋恋不舍地 松开身旁美女的手 老公 你在哪里啊 酒吧喝酒呢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找我 你不是说 你在忙的时候 不喜欢被打扰吗 我记着呢 所以我自己出来耍 那你现在快带着礼物来见我 不然你可哄不好我了 礼物 什么礼物 她可真好意思开口 我还等着你 为我接风洗尘呢 在一通拉扯下 我还是去见了司主 再见面 她还是这么丑 还是这么的见光死 她冲上来想要抱我 我食指抵住她的额头 嫌弃地说 第一次见面 矜持一点 老公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嫌弃我 殷殷殷 是挺嫌弃的 这一事 我看到这张脸 有些生理性反胃 但为了后面的大忌 我只能委屈我自己 伸手揽住了她的肩 司主见我接受了她 开始狮子大开口 老公 你最近都没给我花钱 人家都没钱吃饭了 鸣鸣鸣 那我带你去吃 她不情不愿地 跟着我坐在大排档里 嘴巴嘟囔着 似是在抱怨 但我懒得听 菜还没上 我就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嗯嗯 我订了套房 你放心 塔里钱多着呢 要是山城好 我在这里买套房 接你们过来住 放心吧姐 好 我先挂了 听到我和我姐的对话 司主暗淡下去的眼神 再度有了光芒 她握住我的手 娇滴滴地说 老公 你要在山城买房吗 有这个打算 你在这边 我肯定要在这里定居的 她冲上来 就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 老公 你真好 司主叫了几瓶白酒 说我们第一次见面 总得好好庆祝一下 上一时这么窝囊 这一时总得潇洒潇洒 我光光喝 她光光劝我喝 结果一不小心 喝大了 第二天 我迷迷糊糊醒来 就看到司主那张大脸 在我头顶 我掀开被子看了看 光的 再看了眼她 拖得很干净 老公 昨晚你折腾死人家了 上一时 我花了这么多钱 她连根手指头都不让我碰 这一时 我看到她就想吐 她竟然乖乖送上了门 你是不是得 好好补偿一下人家 那今晚 再来几次 司主娇撑着打了一下我的肩膀 老公 人家没有钱花了 她真是把自己当卖得了啊 本着叫一次 也得花钱的想法 我给她转了两千 司主嫌少 嘴巴嘟嘟的 宝宝 我得攒钱给咱们买房 你现在少拿点 以后房本上加你的名字 真的吗 她又兴奋地抱住我 在我脸上巴唧一口 手机震动 是昨晚碰到的那个美女 傅如意 喊我双排 我打发走了司主后 点开了游戏 三把结束 她微信V我 小哥 技术挺不错呀 那必须的 专业代打一百年 真的假的 骗你是小狗 那我包你吧 这一年帮我打 我付你六十万 则 山城真可谓是 富贵迷人眼啊 随便酒吧遇到的美女 都能包我 怎么 不够吗 那我在家 不不不 想问怎么付款 给我账号 我直接一次性转你 不怕我跑路吗 问完觉得这个问题 挺愚蠢的 就直接给她发了账号 很快 六十万全款就打了过来 加上我原先存的 在山城付个首付 已经不成问题 我正盘算着 晚上要去哪里潇洒 司主的语音 又弹了过来 老公 刚刚做头发 钱又不够了 殷殷殷 不够就别做了 你不管怎样都很美 可是已经做了一半了 那就停下 我没在理她的殷殷殷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段时间 我只有今天给她转了两千 她没有工作 花销又大 所以应该不止我这么个大冤种 看来是得好好查查她了 我找了个私家侦探 跟了她几天 基本把她的行踪弄清楚了 除了我之外 她和多个男的 保持不清不楚的关系 靠各种手段捞钱 即使已经对她彻底死心 但看到那些 搔手弄姿的照片视频 我依旧恨得牙痒痒 上一世 直到临死前 我都对她抱着期望 想着 只要多给她钱 她就会继续爱我 却不想 她竟然是个 名副其实的撞女 我研究了一下 那几个男的信息 把拍到的照片一样一份 发到了他们的邮箱 清静了两天后 司主哭哭啼啼 找到了我 老公呜呜呜 我被人打了 现在在医院 你转我点钱好不好 音音音 我没理她 她就给我发来了视频 如今她的脸已经变形 额头凸起 眼睛凹陷 活脱脱像个外星人 视频里 她哭着求我 声泪俱下 我盖住了手机 继续陪傅如意玩游戏 半小时后 司主给我打来电话 我连续挂了五个 她还是切而不舍地打 我接了起来 本以为她 会像以往那样生气 却听到她娇滴滴的声音 老公 你怎么都不理我 再忙 没空 呜呜呜 那老公 你有空给我转钱吗 你怎么就知道要钱 没完了是吗 她失声痛哭了起来 开始数落我睡完 她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心里烦 挂了电话后 给她转了两千 毕竟留着她还有用 现在的钱就当投资了 傅如意约我去海边玩 我在她的邮轮上拍了几张照 并结了 给她转五万两千记录的图片 发到朋友圈 配文 听话的孩子才有糖吃 几分钟后 司主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老公 你朋友圈的人是谁啊 朋友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傅如意给我拿了杯酒 我笑着冲她点了点头 老公 你在听我说话吗 嗯 在呢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看着傅如意美貌的脸 回复司主 怎么会不爱呢 你是我的宝宝呀 那你最近对我好冷淡殷殷 你之前让我别总烦你 我才没找你啊 我总得有自己的社交券 老公 以后你要实时向我报备好不好 好你个大头鬼 我没理她 她就继续殷殷殷 司主 你乖一点 我的钱都是你的 我轻瘦了口酒 这两天我已经在看房子了 刘琪 过来陪我 我挂了电话 司主应该能听到傅如意的声音 手机不断闪烁 可这两天 我并不打算再接她电话了 不知司主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搞到了前修复被毁的脸 并且摇身一变 比以前漂亮多了 她扭着仙腰 坐到我腿上 双手缓住我的脖子 轻摇我耳垂 老公 有没有想我 想 那我们 我带你去看我选的房子吧 她愣住了 似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起身要走 她拉住我 老公 你是要 给我买房子 你不想要吗 那算了 要要要 看她眼里冒出金光的样子 我一阵冷笑 来到寿楼处 销售带她去看了我之前随手选的几套房 她不是嫌房型不好 就是楼层不满意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最后 司主跺了跺脚 老公 我觉得 还是得买大一些的房 我点了点头 嗯 我再多接点单子 今年首付个别墅不成问题 到时候 请保姆专门伺候你 她仰起头 脸上已经笑开了花 我捏了捏她的脸 真想告诉她 梦里什么都有 回去的路上 我继续给她画着大饼 宝宝 我觉得 你现在还是得找点事情做 我爸妈过两天要过来 到时候被他们看到你每天游手好闲 他们会不满意 你知道的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没别的意思 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继续养你就好了 她思考了很久 点了点头 嗯 老公 我最近也想开家店 你能出点钱帮我吗 这都要我出钱吗 宝宝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司主拉住我的衣袖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我拿起手机 傅如意的消息正好进来 刘琪 我到底要怎么追你 你才肯跟我在一起 司主慌了 抱住我就阴阴阴 老公 不要离开我 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你乖一点 我就只喜欢你 司主开了间花店 大概需要十万块钱 但这次 她没向我开口要过钱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请了上次的私家侦探 继续跟着她 结果发现 她现在跟一个 有富之夫高怀搞在一起 她的算盘打得真好啊 一个负责她现在的开销 一个负责她未来的生活 她靠周旋 与我们两个之间享福 天下的馅饼 都得朝她调试吧 高怀是个妥妥的软饭男 当初跪着入坠到了 山城首富家 所以现在能捞到 珠宝公司市场总监的职位 但她不满足 家里那个每天给她脸色看 她需要有个实时 崇拜自己的人陪在身边 而私主 恰好填补了她的空缺 私主对她 也比对之前的人 要更殷勤一些 毕竟是首富的女婿 出手十分的阔绰 他们两人私混的那个套房 据说一碗就要一万八 里面什么玩意儿都有 能叫人愈先愈死 听私家侦探跟我说这个的时候 我挺想让傅如意 带我去见见世面 但终究理性战胜了下半身 我把他俩的活动轨迹 加活动视频打包 发给了高怀的老婆丁仙 当天晚上 丁仙就揪着 已经被打成猪头的高怀的耳朵 气势汹汹地闯进了私主的花店 他让人将花店里的东西 筒筒砸了 私主肩叫着反抗 丁仙上前就把他单薄的衣服扯烂 私主哭喊着想要让高怀帮他 可高怀那个耸淡 哪敢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放肆 他耸着肩 默默地站在角落里观战 私主撒破般在地上打滚 肚脐以上已经毫无遮挡物 吃瓜群众拿着手机在一旁直播 我站在人群后面 默默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打够了 丁仙直起身子 撩了撩头发 一脚踢在私主的脸上 贱人 出来卖也得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把你从高怀那里骗的钱 全部还回来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私主此时已经没了刚开始的气焰 哭着求饶 姐 好姐姐 都是他找的我 这不能怪我 高怀听了他的话 上来朝他的肚子里就踹了一脚 急着向丁仙解释 我才会控制不住 没有 是你 是你说 高怀朝他的脸上又是一脚 发狠的危险 我就是被你这个臭婊子 诡弥了心窍 你再多说一个字 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此时的丁仙 双手环在胸前 看着两只狗护咬 私主本就处于弱势 被高怀这样一踢 已经气若悬丝 我深吸一口气 从人群中挤进店里 让自己极力表现出 心疼私主的模样 蹲到他身边 宝宝 你怎么了 老公 你终于来了 你能不能把钱转给他们 然后带我去医院 我好难受 不想再待在这里 好 我带你走 我起身 看了一眼高怀 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多少钱 你们给个数 五万 丁仙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你就是这个贱人的老公 这样的女人 也就你这样的窝囊废敢要 我只是她的眼睛 我窝囊 起码我不会让我的女人难过 丁仙的脸色变了变 转头仰起手 就朝高怀打了一巴掌 才五万 你账上少的七百万 都被狗吃了 高怀托着丁仙的手 到一旁窃窃私语 我扶起司竹 等着他们的协商结果 最终 我给他们转了八万 送司竹去医院的路上 我给高怀发去偷拍到的他 和他丈母娘 屡次相拥进酒店的视频 收到后 他立马给我转了二十万 四舍五入 赚了十二万 除去私家侦探的人工费 净赚十万 山城真可谓是 遍地是黄金啊 把司竹送到医院后 他还想跟我温存一番 我借口有事 起身就欲离开 如今我在他心里 已经是旧事主般的存在 他看我的眼神里 带有点点星光 老公 你走了 我怎么办 宝宝乖 客户找我有急事 我要是不去 以后就养不起你了 听到养这个字 司竹缠着我的手松了一些 我揉了揉他的头 转身时 他又依依不舍地牵起我的手 老公 要多给我发消消 嗯 好 女人就是范茧 把他捧在手心里时挨搭不理 对他若即若离了 他反而更在意你了 可是 已经晚了 帮傅如意打了几次游戏后 他的闺蜜圈子里 都知道 有我这么个人的存在 有几个人甚至撕联我 想要把我带打 我本着职业道德 拒绝了其他人 毕竟傅如意是 我的首个包年用户 但他们依旧不想放弃 跟傅如意商量着 竞拍包我 价高者得 这听起来 着实刺激 一群白富美为了我 连体面都顾不上了 最终的结果是 傅如意发消息告诉我的 刘琪 一百八十万 明年你还归我 上一世被骗的钱 如今正中我的眉心 我截了图 发到了朋友圈 私主第一时间给我点了赞 并给我评论 老公赚了以后 都要归我管哦 我没回他 这样的梦他 如今还敢做 是真的挺大胆的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如今自己是什么模样 他配吗 最近山城最大的新闻 便是山城首富家的密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高怀和他丈母娘的事情 最终还是没有被瞒过 丁仙被两个最亲的人被刺 拿到了他俩经济犯罪的证据 丧心病狂地 将两人齐齐送进了监狱 我在酒吧碰到他的时候 他醉得不省人事 正被几个小混混挑戏 我上前护住他 他倒在我怀里 口齿不清地说了句话 我唯一能听清的 只有两个字 老公 小混混也听见了 几人拭续地离开 我把他送到酒店 他眼尾泛红 手捧着我的脸呢喃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你这样的 我冷笑一声 想要推开他的手 却反被握住 不要走 丁仙的身材火辣 脸蛋也因为保养得好 而显得水灵 此刻脸颊微微泛红 格外迷人 我心下紧了紧 还是离开了酒店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 还是妇如意更能吸引我 司竹的爸妈来到山城 司竹特地邀请我 去他家里做客 这是他第一次 让我去他家 上一世 他数着我的钱说 带到家里的男人是要结婚的 老公 我觉得 你赚得还是不太够 现在还养不活我 你要多努力哦 因为他这句话 我带打打到吐血 都没敢去医院 一门心思想着 如何能够符合他的要求 啊 这一世 我不把他当回事 轻轻松松赚到上百万 他这不就凑上来 想要绑住我了吗 我一进门 司竹的爸妈 本来还想摆谱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我也不惯着 直接大啦啦地坐在沙发上 拿起手机就开始四排 宝贝 你都不跟我爸妈打声招呼吗 我头也没抬 游戏呢 一把五千 傅如意最近新认识了几个游戏圈的高玩 想着 让我替他打打知名度 最近这两天打得多 他每天额外给我转个几万的辛苦费 余光看到 劳两口有一瞬间的愣神 但依旧有些严肃地看着我 爸 妈 这个是小齐送你们的见面礼 司竹拿出烟酒保养品 他爸妈的脸色 才稍稍缓和 我轻吃了一声 连这些东西 也不是我准备的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就想空着手来 司竹抱怨了好一通 自己灰溜溜地跑去超市 替我备好了礼物 才敢带我回去 路上 他还大度地说 老公你好 有我是你的福气哦 呸 有你是我的晦气才对 没有你 哥可以一路扶摇直上 到了做菜环节 司竹捅了通我的肩膀 宝贝 你去厨房帮帮我爸妈 那是你爸妈 你怎么不帮 可是要娶我的人是你啊 宝贝 不是你要嫁给我吗 蓝牙耳机突然没了电 手机扩音器里 传出妇如意的尖叫 刘琪 你不是单身吗 除了我之外 你可别随便什么垃圾贴上来都要 我笑笑没说话 但司竹捏着我的手 渐渐用力 我吃痛推开他 他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老公 他是谁 一个挺舍得为我花钱的朋友 朋友 都能限制你谈恋爱吗 司竹强迫我放下手机 让我指示他 我冷漠地看着他那张 没什么可看的脸 因为他需要保证 我有充足的时间 帮他打游戏 司竹 有时候我觉得 你真的挺任性的 或许是因为 你不需要出去赚钱吧 不像我 连自由时间都没有 你要是这么不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分开的 毕竟我要是违约的话 你想要的别墅就买不起了 哎 要知道 我都是为了你 我想要起身 被司竹死死拖住 他抱着我的胳膊 老公 我错了 是我不对 我不该怀疑你 忍住了反胃 我抬手揉了揉他头顶的碎法 乖 吃饭时 我刚坐下 拿起筷子 就加了个鸡腿 司竹嗓子壳破了 我都没大理 他爸把手上的筷子 敲在桌上 刘七 你家里没人叫你吗 我吃了口肉 并不打算停下 司竹在桌上疯狂地踢我的脚 凑近我小声说 宝贝 我爸妈 因为你是打游戏的 不是很满意 你要好好表现啊 我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 伯父伯母 你们要是不满意的话 我现在就走 像我这样 只能负个别墅首付的水平 确实不该贪图你们女儿的美貌 听到别墅 司竹妈妈的脸上 马上带上了产妹的笑 忙给我加了块肉 好生好气地说 小齐 你吃 多吃点 别管他爸 你开心最重要 我看了眼司竹的爸爸 他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举着酒杯对我说 小齐啊 来 咱也俩喝一个 席间 他们不断地提出 让我尽快把爸妈接过来 两家人早点坐一起 把我和司竹的婚事敲定 我摆了摆手 小竹这么优秀 再过两年吧 等我再配得上他一点 司竹的爸爸急了 吹胡子瞪眼地说 刘齐 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任 伯父你别误会 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好 下个月底之前 你们两人把婚结了 这也太快了 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们一家人 直觉告诉我 这里头肯定不简单 果然 他爸没过一会儿就说 小齐啊 这个彩礼的话 像我女儿这个水平 要个208万不过分吧 哼哼 不过分 你在想屁吃 倒贴我208万我都嫌恶心 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我面上却是负荷 应该得应该的 我本来想的是666万 所以还想再努努力 既然你们说208万 那真的是委屈小竹了 私竹的爸爸 端茶杯的手停住了 好一会儿才传过气来 小齐 你要是想给更多 那当然好 我们也能更放心地 把小竹交给你 我算是知道 私竹这么爱做梦 是像谁了 这一家人 一个个都爱做梦 都把别人当傻子 一顿饭吃得 我胃里翻江倒海 我忍着恶心离开他家 私竹还缠着 我要抱抱 我拿起手机 转身就跑 劣质家庭生出的 劣等女人 多相处一秒 我就想 把她一刀捅死 但如果就这么死了 那真的太便宜她了 这次跟傅如意 四排的 有个外国女人 琳达 她竟然认识我 说是仰慕我已久 琳达想加我微信 傅如意有些不情愿 她觉得 琳达对我别有用心 所以就拉了个群 让我们在群里沟通 刘七 你还在跟那个女人谈吗 她竟然知道 我跟私竹的事 连傅如意都不知道 我知道她对我有意思 所以我刻意 对她有所隐瞒 傅如意看到她的消息 马上小窗我 那个女人 什么女人 我头皮都要被挠破 才回到 呃 我女朋友 你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 前段时间 你看上她什么 比我有钱 还是比我好看 呃 都没有 我哪敢找你这么好的 等了半天 没有等到傅如意的消息 却等来了 琳达的好友申请 备注是 远离私竹 我来帮你杀 手一抖 通过了好友申请 我还没来得及发问 琳达就发来几条消息 离私竹越远越好 你会为她付出生命代价的 我来帮你解决她 她怎么会知道 我会为私竹付出生命代价 难道她也跟我一样 那她是为什么 我发了个问号 问她 你怎么知道 但等了两个小时 对面都没有回复 我试着又给她发了条消息 别杀了私竹 我有办法折磨她 但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凌晨两点 私竹给我打来电话 她的声音被吓得有些发抖 老公 救救我 好像有人在转我家的门 我睡得迷迷糊糊 那就报警 来不及了老公 门要破了 他似乎在一家剧 我能听到笨重的拖动声 你爸妈呢 他们不住你家 他们不在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老公怎么办 我好害怕 你也会怕 我在心里默默冷笑 但依旧隔着电话安慰 别怕别怕 等我 我马上来找你 老公 有你真好 我只能指望你了 砰的一声 似乎门被撞开了 然后是我听不懂的语言 但语气很凶 老公 你出门了吗 你来我家只要十分钟 快来救我 出门了 你放心 我现在就跑过来 我转了个身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继续眯着眼 听她颤抖的声音 锤门的声音 一阵响过一阵 私竹不住地催促我跑快点 我听到门有些松动 告诉她 我已经在上电梯 老公 快点 再快点 救我 停顿了两秒后 我听到听筒了一阵啊 的惊呼 接着 电话便被挂断 我看了看时间 两点半 正是睡觉的好时候 和尚演 做了重生以来 最香甜的梦 傅如意在来找我时 不是让我打游戏 而是带我去了赌场 她豪气地挥了挥手 赢了闺女 输了我买单 我笑着问她 怎么 傅大小姐 是要包养我 她凑上来 贴近我的脸 如果你愿意 这个赌场就归你 我瞥过眼看向远处 指着一个黑兽的老头说 她归我就行 傅如意派人 将她压到我面前时 她正卑躬屈膝地求揉 看到我 似是有了底气 刘琪 这些人 你是不是认识 快让他们放我 不然你休想得到 我们家小猪 听了这话 我一脚踹在她脸上 都要死到临头了 还狂呢 而傅如意听到 我是跟她女儿谈恋爱 脸上满是不屑 刘琪 今晚你不解决她 就让我来 我摇了摇头 我的事 你别插手 傅小姐 她的手从我唇边拂过 有一丝凉意 却滚烫 原来司家这么急着 要让我娶司竹 就是为了拿到我的钱 还司竹爸爸的赌债 啊 上一时骗我钱 这一时 还想骗我钱 司竹 你的脸可真够大的 我拿着刀 把刀尖扎进了 司竹爸爸的大腿里 她尖叫出声 我看了眼傅如意的保镖 他们懂事地过来 拔了她的舌头 呃 我本想让他们塞妈布的 她的人确实够强 你刚才说 休想得到你家小猪 你就看着你家小猪上 赶着嫁我吧 把刀丢到一边 我走出密室 上一世 我死后 就是司竹的爸爸 一次次装可怜卖惨 博得了全网的同情 这一家人 得到什么报应都不为过 司竹回来时 脸上已经被毁了容 她胆战心惊地向我求助 老公 我该怎么办 救救我 我向她提一报警 她摇着头哭 老公 不行的老公 他们说 我要是敢报警 就马上再次抓我灭口 看来 外国人的手脚 还挺狠辣 吓得司竹住在我家 一步都不想离开我 我看时机差不多了 就问她 司竹 我们现在这样 不如去领证吧 她摇摇头 老公 我们都没办婚礼 这么早领证做什么 为了更好地保护你啊 她有些犹豫 老公 我妈最近给我打电话 说我爸不见了 现在恐怕 宝贝 我们只是领证而已 领完证我 帮你一起找你爸 我顿了顿 继续画饼 我只是怕再失去你 到时候 我连替你报仇都没有名分 司竹低着头 脸上的伤疤像蜈蚣一样 歪歪扭扭 清晰可见 她咬了咬嘴唇 似释下了很大的决心 好 老公 我们先领证 领证那天 我给她看了我的存折 上面一共有两百多万 宝宝 以后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你替我保管 她高兴得找不找北 也就没有注意到 和她领证的户口本上 并不是我的名字 直到出了民证局 她才后知后觉地收起存折 翻开结婚证 老公 这上面怎么不是你的名字 王武 六十八年 这是谁 我指了指路边穿着破烂 浑身脏兮兮 右腿也断了的乞丐 诺 是她 王武 今天开始 这就是你的老婆了 丝竹间叫着抱头痛哭 而我不等她反应过来 夺过她手里的存折 马上把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王武是有些搓磨人的手段的 将丝竹带到了山村里 把她捆绑在猪圈 每天不是羞辱欺凌她 就是打骂她 我去看过丝竹一次 她披头散发 精神寂静崩溃 看到我时激动地想要冲上来杀了我 刘七 你这个王八蛋 竟然把我卖给了这么一个变态 王武虽然是个没老婆的乞丐 但是出手很大方 买她直接给了我十万 也算是凭了这些年 她在我这里骗的钱 我王八蛋 你不看看你自己 一开始接近我 不就是图钱 我现在图钱把你卖了 这就不对了 刘七 你怎么这么狠心 哼 如果我不狠心 早被你生吞活泼了 四竹见我眼神间不复往日的情愫 开始弃声哀求 刘七 你让这个变态放了我好不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她每日的要求都那么变态 四竹 你如今是她的老婆 我有什么资格让你的老公放了你 我知道的 你有办法的 救救我 刘七 救救我 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唯一的老公 她的手想要拉住我的裤脚 我一脚就把她踢开 如今 我是真的嫌弃她脏 四竹 下半辈子 你就在这个猪圈里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吧 离开前 我告诉王武 你老婆不安分 你可得好好管着点 不然 怕是还想要水性洋花地勾引别人呢 王武听了 拿着斧头 就冲进猪圈 身后是四竹七里的哭喊 前方是我的光明大道 报复完了四竹 我放了他爸 如今 他被高利贷的追杀 在外面比被我关着要危险 不出两日 他就落到催债的人手里 听说半天就没了一条腿 我收拾了行李 离开了山城 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报仇 往后 就是我精彩的人生 我找了个沿海城市 买了套江景房 上一世 我沉入水底丧命 这一世 我要靠水活地肆意潇洒 那天 我正在江边晨跑 看到个身材曼妙的女子 她上来拍了拍我的肩 热情洋溢地问 帅哥 滴滴带跑接不接 我点了点头 夺过了女子手里的手机 我走在前 她跟着我 阳光拉长了我们的身影 我悄悄删除了她的最新消息 远离刘奇 我来帮你杀 我来帮你杀